哈尔滨的红肠和风肝肠在全国来说都是特别有名的 我今天就把老道外风肝肠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哈尔滨道外熟食的一块 一直被瞑访 从未被超越 准备九瘦一肥的前腸肉切成小丁 想吃肥一点的三肥七瘦让吃起来更香 十斤肉加入一两半的精盐 切记不能多 未经半两白糖三两 肝肠料一袋 腐乳汁三十克白酒三两 最好选用曲乐酒 最后放上一两姜沫 戴上手套抓匀腌制一个小时 十斤肉的比例放在盐最多不能超过二两 超过二两如果不咸 我里头倒着血 准备长衣用冷水浸泡十分钟 然后套在灌肠器内 如果没有灌肠器就用宽炙瓶也行 按照视频中那样灌在长衣那把肉 灌完之后用这手捋一下子 这样就粗膝均匀了 放在银凉通风处晾晒五天 想吃口感硬点的就再多晾两天 入蒸锅上劲计时蒸二十分钟 也可以直接冻在冰箱里边 随吃随蒸也行 现吃现蒸 咱们这条风干肠就做好了 切片上桌也可以掰咕嚕吃 快过年了 您双击视频 想做的时候过来看看